我和她是在一场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之后她一直追我 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我一直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可是当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她对我变了 直到后来我发现她心里面其实是有别人了 并不是我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她继续这样走下去了 我一定要跟她分手 掌声请出她们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侯22岁来自吉林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夏26岁来自吉林是一名模特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相恋几年了 差不多有三年了吧 我俩认识的时候就是一个通过一个就是朋友聚会 当时她的那个闺蜜和我的一个朋友 她俩就挺有意戳和我俩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姑娘就第一样特别好 人挺漂亮 感觉她也挺有素质的 因为当时就点菜的时候 她对服务员就一直就说谢谢 然后我感觉就是挺礼貌的 我也挺喜欢她 然后就开始追求她了 没过多久我就出车或住院了 她每天去医院看我 照顾了我 差不多都有两个多月吧 我觉得挺感动的就跟她在一起了 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她对我就变了 跟追我的时候不一样了 而且她还隐瞒我们的关系 就不对外边承认 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就拿着她的手机 拍了一个小视频 发朋友圈去了 什么视频 在一起吃饭吗 然后我就说今天跟男朋友 跟亲爱的在一起吃饭很开心 她从尾声间回来的时候 就拿给她看了 我本来以为她也挺开心的 结果她特别特别生气 就把那个手机抢过去了 就把小视频给删了 而且当时我看见下面有很多的评论 还有人说 原来你不是单身啊 原来这就是你女朋友啊 她紧接着又发了一个朋友圈 就说这不是我女朋友 就是个普通朋友 又特别特别的想不通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隐瞒咱们的关系啊 你觉得很给你丢人啊 那你为什么当初还追我呀 我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生气好不好 因为我当时特别着急 当时就是在一个公司实习嘛 然后准备就是毕业也在那签约了 然后当时那个带我们的领导 就对我们说 因为刚刚介入职场嘛 然后就是告诉我们 不让我们谈恋爱 所以很容易就把那个就是 生活上那种情绪 带到工作上来 也不会发展 我只是不想公司人知道 因为就怕他们就是 那这算一个解释吧 你那什么破公司啊 我怎么就不知道 哪个公司还不让谈恋爱呀 你说我可以说我公司好不好 我们就正规公司怎么了 这都是他自己偏的借口 而且我不是告诉你 不让你关机吗 为什么一给你打电话就打不通啊 那我也不是充电宝 我也不可能保持手机 时时都有电宝 下班的时候吧 就是在那个路上特别堵 有时在公交上 就堵了一个多小时 让他打电话 我就有时接不着 而且就偶尔那么几次 也不是次次的关机 不是就是你自己找的借口 给你打电话你关机 而且就我打电话 谁打电话都关机 而且每次我看他的手机 他手机里边都有一些 新家女孩的微信 那些女孩很多都是微商 有的是那个旁边 所有女的都微商 因为我是说销售的嘛 我认为就是多一个人 就多一条就是销售的渠道 但是我也没闲扯 基本上我那些聊天记录 他每天都在发 除了第一条 我也通过了你的 你先没闲扯我怎么知道 我没认识 就没有别的了 我有那么无聊吗 我跟人聊完天之后 我还把记录赏了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聊天记录呢 就有次他去洗澡了 我就翻他的手机 翻他的微信 我就发现一件 特别让我惊讶的事情 原来他最开始追我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喜欢我 才跟我在一起的 而是因为他跟他朋友 一个赌注 他朋友说 如果三个月之内能追到 我就出给他一千块钱 当初你跟我在一起 就是因为这一千块钱 要不然就是为了这赌注呗 我为了一千块钱追他 然后我追他的时候 花钱都花了三四千了 我那个时候在实习 然后每个工资 不得两千 基本上每个月的工资 就都拿去追他 然后你现在说 我为了那一千块钱 去追你 再说那一千块钱 后来朋友没给我 我当时就是因为喜欢他 我感觉真的是在无理取闹 你就是因为这一千块钱 要不然咱俩说分手的时候 你为什么那么开心 就跟我分手了 你就答应了 我哪有开心 我当时也是特别冲动 特别生气 那后来我不是也挺后悔的吗 我后来不是又继续追求你了吗 对你不是挺好的吗 这事怎么就不能过去 你们分手分了多久啊当时 分了那半年多吧 这半年多也没闲的 继续追他得有 没闲的 就是分一开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是工作上还挺不顺的 然后他也挺安慰我 当时我就也挺后悔的 然后就继续开始追的 也开始追的特别好 那边他对我确实挺好的 在我不舒服的时候 他都会去我家 给我做饭洗衣服 然后差不多过了半年吧 我觉得他也确实改变了挺多 我觉得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可是我们继续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我们之间的问题更多了 那问题怨谁 那问题都不是出现神圣的吗 主持人你不知道 我俩和好之后 他就跟变了一个人 就是疑心病特别特别重 对我管特别特别严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那不是我家了 那就是一个监狱 有的时候下班 我在门口排完好久 我说到底是不是要进去呢 因为我知道 我进去之后 我肯定出不来了 就是不管什么同事也好 出不来就出不来 就是有的时候有一次吧 特别那啥 就是有一次我回到家 然后我就去洗手间 去洗个手 然后手机就来电话 就他接了 那时候同事就是约我们出去 就聚一下 然后他接就给人拒绝了 闹得就是我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那就不是特别好 大家有的时候都不找我 就认为我是七碗男 你跟他没有什么客具的呀 你们在一起不就是喝酒吗 那感情有的时候 它就是喝出来的 那我做销售 这些都是需要的 那同事重要还是我不要呀 当然你重要了 但是我和同事在一起吃个饭 也不影响咱们俩吧 不管这些 有的时候吧 他在外地出产 然后我在家 他就是定点茶房 有的时候就是半夜 两三点钟我打电话 就问我是不是在家 然后我说我在家 他还不信 就非让我去洗手间 把洗衣机拧 他要听声 确定了我在家之后 才能让我睡觉 然后就有意思一次 就是我同事找我 说那啥今天嫂子不在家 那个咱们出去去一去吧 我说你要是能把我家 洗衣机背走 我就给你出去 要不然我是不敢 有的时候我回到自己家 就是不在我们俩 住的房子住的时候 我回到自己家 然后也是 就有一次半夜 两点多给我打电话 然后当时我一看他 是他的号 我就挤 我说媳妇 你等一会儿 我马上去洗手间 去宁洗衣机 他一听说声不对 我说声不对 没有办法 这不是咱家的洗衣机 这么的吧 你那个把你妈叫醒吧 让她说句话 你说老人大半夜 都被她吵醒了 睡眠人家特别不好 怎么了 我就想给你妈带个号 也是我的错呀 你说话丧不丧良心 半夜三点多问号 你白天醒什么了 气死我了 反正就是我们两个 在一起之后 他就看我各种的不耐烦 就是各种的心烦 反正是什么 你做没做吧 做了呀 不管这样 每天还定时 就是每天我必须 就我俩不见面的时候 必须通话两个小时 每天规定 九点到十一点 然后打电话 你说这个两个人交流 你应该两个人一起说话吧 他不 他就让我自己说话 你看我自己说两个小时 多好啊 对 我让我自己说话 我就是基本上 把我从小到小 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全跟他讲个遍 但是还是讲不完 后来逼他没招了 我就去书店 买了本隔离通话 每天晚上给他讲通话 就把我逼成这样 每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累 那你刚开始追我的时候 怎么有说不完的话呢 那话说我说完的一天吧 但是我们就是 有话说的时候 就说话没有必要 就是没有话说 我已经挤着头皮说了 那为什么你不说话 一个人我说话 他就是不爱我了 你不只是不爱我 你外边还有别的女人了 就前段时间 我上他的支付宝 我发现他的支付宝里 有一笔五千块钱的转账 因为他之前每次花钱 都会提前告诉我的 但是那次他没有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就问他 我说那五千块钱哪儿去了 他就吞吞吐吐的 就是不说 原来是给他前女友了 我不是给前女友 我是接前女友好吗 但是这件事我没骗 你不能不叫骗 那只能说叫瞒着 那我不吞吞吐吐 我还能特别笑 高兴地说 媳妇我借前女友了 你不生气吗 其实也不是前女友 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因为我就是 我都不让你跟他联系了 我没和他联系 他联系到我 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女人缘 这个前女友吧 也算是唯一一个 就是女性朋友吧 当时他挺着急的 然后就冲我借这个钱 我就本身一个挺热心肠的 我借完之后 我就想告诉他了 但是我一行 告诉他之后 就他这脾气又该发火了 我心里先瞒着他 到时候就还了之后 这事就过去了 就没有什么事了 没办法让他发现 你不只是把钱借给他 人都借给他了吧 你前段时间 他突然就消失了 有钱每到周末 他都会陪我 然后前段时间 他就一直在说他加班 那段时间也确实在加班 你先别说 先闭嘴行吗 你不能让他闭嘴 这就是每天两个小时练就的 多好 然后有一次我休息 我就去他单位去找他了 发现他并没有在公司 我接着他打电话 我问他你在哪呢 他跟我说 在前女友那呢 上他那干啥去了 对啊 我又向你坦白了 我没对你撒谎吧 我去前女友吧 那最开始他不告诉我呢 我告诉你 你不又生气了吗 我告诉你 就是前女友那段时间挺惨的 因为他那个腿摔了 然后他那个男朋友 现在不在国内 在韩国 然后那个时候 他那家就是新房在装修 然后他也知道我懂这个 然后就让我去帮他定下工程 我俩也没在一起 前女友在自己家想伤 然后我就去那家新房 他把钥匙给我 我就定期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 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我做的我问心无愧 我俩清清白白的 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你是不是装修不了了 没有我也能装修好 但是由我不是更方便吗 这件事我觉得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 对啊 就是感觉就是举手之劳 没必要吧 不是什么大事吧 你瞒着我就是大事了 我觉得我就像个傻瓜一样 被你蒙在鼓里 那你发现 你又没发现 这件事不就过去了吗 你不就不生气了吗 我不也是怕你生气了吗 这样就好了 我就不生气了是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特别讨厌别人骗我 尤其你还是为了钱 没有骗我 那就是没告诉你 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 跟你继续在一起了 后来你问我 就要跟你分手了 好不吵了啊 来吧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公司不让谈恋爱 也许有这样的公司 但是太少了 我觉得好像不让谈恋爱 是指公司同事之间 是的 现在还有说公司说 你们不能谈恋爱的吗 我是没听说过 如果是李昂 大概就公司招不到人 因为世人总要谈恋爱的 但即使 咱假设也在极端的情况下 公司不让你谈恋爱 你会选择至少两种反应 第一 辞职 因为爱情是我 我个人的权利 凭什么干涉 第二 我就谈了 我也没影响工作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不像你这种反应 女友用你的手机发了 你这种慌忙的这种反应 马上再来解释 说没有 这就很伤女友的心 还有女友居然最后知道 你是为了一个赌局 为了一千块钱来追我的 不是由心而发追我 所以 他就变本加厉的来 查你每一次说话 每一次行动 背后是不是有骗局 事实上你也不争气 都被查出来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为什么呀 挺喜欢的 你喜欢他 喜欢他 你这句话是对了 你喜欢他 但是他不只喜欢你 他还喜欢前女友 他还喜欢别的事情 这个是最最关键的 喜欢你 很多人可能都会喜欢你 但是要找一个心里只有你的 只喜欢你 只爱你一个人的人在一起 好吗 女孩 如果找到这样的人了 你不要做出那种 过于管控的方式 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限制人自由的方式 是绝对错误的 好吗 姑娘 我觉得老师 简直说到我心里了 什么 说你简直说到他心里 就是你是他的回宠 如果能够帮到你 我愿意去他回宠 就这样 我并不觉得你们之间 是完全没有希望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 我要问清楚 说明白 我先帮你问一下 好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是你最该问 也早该问 今天我们来问 你曾经是因为打赌而追他 这件事情是真的 对吧 那我请问你 大概是在哪一刻 你爱上他了 是真心的 而不是为了那一千块 就是在我照顾他的时候 我觉得我俩就是在一起 先场 然后我每 我就是感觉自己重心了 付出珍惜了 然后我就渐渐地爱上他了 那时候你还记得当初的赌局吗 当初那赌局就是 就是应该是像一个玩笑是吧 也是为了给自己鼓劲 因为那朋友当时聚餐之前 他就给我介绍过这女孩 就给我看过照片 说这个怎么样 然后我当时就说 完全了解 我说挺好的 我说挺好的 我要跟女孩说 首先 不要作践自己 有的时候作践自己 不是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 而是轻看自己 你真的觉得你这个人的条件有不好到 只值一千块的赌注吗 你真的觉得当初他对你的好 你感受到的那一切都只是因为他想要打赌赢得这场赌局吗 所以不要为了吵架那一刻想要赢得胜利 就把所有这些话拿来讲 讲久了自己都相信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心可以感受 你要想的不是那个赌局 因为很多臭男生在一起呢 真的喜欢开一些很无聊的玩笑 也有可能是他的朋友当初为了撮合 给了这样子一件事 我们也常说 一起减肥好不好 减下来的时候怎么样 一千块 有的时候那是一个鼓励 不管他是怎么开始的 你真正感觉到他对你的好或不好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说后来他对你不好了 所以你分手这件事情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不同意 你分手是因为觉得他就是因为一个赌局而追你 这样你明白吗 同样的你们后来复合了 今天你要离开他的原因 我可以接受 你觉得你不喜欢他了 或者是你确定他跟前女友还有暧昧关系 但是我不接受 你在还没有查证到所有的证据之前就擅自觉得他不爱你 我认为那不是不相信他 是你再一次轻看了自己 不要太多的规定男人 如果你很喜欢吃一个蛋糕 但是今天我规定你说 每天的九点到十一点 你必须给我吃这个蛋糕天天吃 而且一刻不能不吃 吃足两个小时都中间不能停下来 请问你吃几天不会腻啊 你的做法恰恰可以把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变成一件不太美好的事 爱是不能用规定的啊 人性的本性是你规定我要考试 我就偏偏不想念书啦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定 可能我自动自发的就想看这本书也不一定啊 你已经把所有事都规定完了 你让他怎么自动爱上你呢 你一定要在家里 我软禁你 你不在家的时候就不行 你在家还要给我听洗衣机的声音 然后你在你妈妈家可以把你妈叫起来跟我讲话 你自己觉得这样可爱吗 所以你要更相信自己 让一切自动自发 才有可能在这一段恋情或你的下一段恋情幸福 明白吗 谢谢老师 每一次成长都是一支阵痛 成长要付出代价 我相信这个男生是爱你的 因为他在每一次发生问题之后 他都是有所改进的 你比如说第一次赌局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会有 但是当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他有所改进 他对你更好了 到后来 当发生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每次也都在往前进步着 但是呢 他依然逃脱不了很多 任何人都会了 这是安全的 他说还有紧张的 是尽快的 抗 Anda 当发生了 是尽快的 是尽快的 不算是尽快的 这并不是尽快的 那是尽快的 你不思考 然后我也要 你不知尽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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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好好考虑一下吧 不是挺好的吗 在一起还考虑什么呀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 刚刚回去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尤其是不应该大发烟让你拿起电话 我也希望以后不要再骗了 我也希望以后不要再骗我了 咱们两个好好在一起 徐伟 跟你说的时候是不是说的你差点要分了呀 说的你哭了 我又把你给说回来了啊 现在倒是 是 我就是要你细气 我就等你这话了 又请小花童 谢谢 牵着妹妹的手走 别摔着了 哎 别着急 别着急 你给我站起来 我想说的是 祝你们幸福 我还想说的是 药宝师 易北师 好好用面膜吧 接下来我们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说话呀 不说爱情 就是笑着去饮一杯毒酒 我愿意为了你干的这杯 你能帮她把那半桃花摘走吗 桃花朵朵开的时候 怎么样让一个男人只守着你 其实也是女人的一个智慧 祝你们幸福 好好相同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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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